80分的丈夫 但是她作为丈夫 我只能给她打到80分 100分的情感 就慢慢地就开始接受她了 王氏与霍元甲的撒糖时间 就在新推荐 我觉得他俩一块能走那么多年 他俩确实是非常契合的 坦白讲 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大侠 我给她打满分 但是她作为丈夫 我只能给她打到80分 自信满满 但只有80分的丈夫 和深爱丈夫 但又吐槽她的妻子 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且听他们娓娓道来 她在婚约之前 她是不反对的 因为在江湖中 听过她的传闻 心生向往和爱慕 结果见到人之后 一见钟情 但元甲好像一开始 是比较反对的 我也不想娶媳妇 习武之人 行走江湖 带个女人多有不便 再说了 我刚刚摊了官司 惹了仇家 这不是连累人家吗 刚开始 霍人甲没见过往事 但她一直在逃避 甚至为了逃婚 她跑到当时的京城 几次往返 最后被大哥抓回去了 必须要结婚 但是结婚当天 又出现了很多变故 走路都要用人夫 肯定是个小脚 元甲 为什么元甲可以接受王室 可能是因为湖边 惊鸿一瞥 看到王室的大脚 发现王室 不是一个裹脚的女性 令尊正在四处寻找小姐 你我虽草草败堂 却并未动发 我劝你 权党没有过这本骑士吧 有一场跳河的戏 我想起来 两人有口角 在霍家经历了 极大的变动之后 王室一直跟着霍人甲 霍人甲就拼命赶他走 他是不想王室 受到自己的牵连 结果王室一听 转身就跳河 霍人甲就傻了 然后自己 一碰就跳进河 把他救上来 就慢慢地 就开始接受他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那天太重了 好不容易 进行到尾声的时候 整个人都进到水里 然后一开始 就是我还在那 试水温的时候 卓哥一下子 把我就抛下去了 上头上 然后就整个人捞起来的时候 古代的衣服 本来就很厚重 一层加一层 加了那个水之后 我明显觉得 卓哥有一点点 然后上来第一句话 我就跟他说 卓哥我对不起你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我希望我吃得少一点 让你不那么辛苦 有一场戏是讲大反派 灭霍家门的时候 这时候霍元甲也不在 那么王氏他挺身而出 本身来讲 他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但他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又不怕事 能挺身而出 所以还是有大家风范 两个人关系出现转机 霍元甲对王氏又赞不绝口 为什么只拿到了八十分呢 夫妻之间 他陪伴的时间很少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 以一己之力 影响了一代的人 但我觉得他陪我的时间 可能少一点 王氏还是这么认为的 师傅走吧 走 有一回他要出远门的时候 我在门口跟他送别的时候 他回眸看了我一下 什么都没有说 此时无声胜有声 很温暖 就想起来还蛮浪漫的 你那几个徒弟 虽然特有性情 但对你这个师傅 都是重心的 这么轻易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那你没有轻条 但是他保护我静静告状 风里雨里挨了多少板子 你可知道